COLINK 煉車網 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回到COLINK 煉車網 我是昆成 相信2021年全球車談最受矚目的重大新聞 絕對是TOYOTA CEO 豐田張蘭 所發表的全產品線電動車的一個戰略目標 除了預計在2025年到2026年前陸續上市 16款BEV的電池電動車車型以外 同時他希望在2030年 達成全球BEV年銷量350萬台的一個目標 向全世界宣示身為一個全球龍頭車廠 在BEV領域的一個堅強實力 同時也誓言成為一家 碳中和汽車的全系列製造商 而除了BEV車型以外 其實TOYOTA也非常關切電動車電的來源 所以在未來 TOYOTA會繼續提供 HEV 油電複合動力車 PHEV 插電式油電複合動力車 以及 FCEV 氫燃料電池電動車的一個全系列產品 而在車型導入的一個模式跟時機呢 則是會根據各國的一個能源策略 以及產業策略來決定 達到提供實現碳中和的一個全產品線的多元化選擇 現在我們就要來看一下 這部TOYOTA累積30年開發電動車的經驗 所推出來的第一部電動車BZ4X 首先我們看一下它的三圍 車長4690 車寬1860 車高1650 軸距2850 對照自家的RAV4 這部中型休旅車來看 它比RAV4長了9公分 車寬大概相同 車高降低了3.5公分 軸距則足足多出了16公分 那這16公分對於空間有什麼幫助呢 等一下我們就會來揭曉 首先我們就從BZ4X的車頭造型來看起 前擋風玻璃下緣的這個防刮材質 它有兩個作用 第一個它可以降低引擎蓋的高度 同時也降低引擎蓋的重量 會創造出一個非常開闊的視野 而取代引擎式的 就是TOYOTA全新打造的電能驅動系統 這包含了有動力控制模組 煞車油 12V輔助電池 動力電池冷卻液 以及空調用的冷卻液 其中氣量化小型化 一體式的電能驅動系統 它具有能耗效率更加 讓乘客享有更多的車內空間 接著我們來看一下 BZ4X的車側造型 我個人覺得相當的精彩 首先是你看 向前跟向後的兩道銳利的腰線 它除了營造一個一前一後 往前後拉伸的一個延伸感覺以外 最重要的是它會創造出 後門這個有一個降低風阻的設計 降低風阻還有另外的地方 就是這個車胎 18吋的銀黑的雙色配置 加上它有一個降低風阻的設計 所以整個車側看起來 它是要強調是 跑格化的一個動感訴求 接著我們來看一下 BZ4X的車尾造型 從上面的這個大型的導流圍翼 到中間這個全LED燈組的光條式尾燈 再加上霧黑的一個下保感 整個車尾呈現出來 是一個多層次的一個設計造型 BZ4X其實對空力設計也非常的講究 從車頭下氣霸的進氣炸 到車側的上中下的導流風阻設計 再到車尾的大型導流圍翼 中間的小壓尾一直到下保感 左右兩邊的下導流了 建構出一個非常完善的空力套件 BZ4X的車艙 藉由這個環抱式的一個車艙設計 再加上降低引擎蓋的一個高度 它營造出一個非常開闊的視野 而這個置頂式的儀表板 大尺寸的中央觸控螢幕 以及這個布紋飾板 都讓人家有一種耳目一新的全新視覺享受 這個7吋的TFT儀表板 我覺得它的位置設計得非常好 你只要移動眼球 就可以判讀裡面的所有資訊 而且它不管在任何時間 不管在任何的天氣 它的儀表板都不會有反光 在造型上 我覺得它也充滿了未來感 12.3 吋的大型中央觸控螢幕 你可以透過無線來連結Apple CarPlay 但是Android Auto還是要有線 你也可以藉由聲控來簡單操控導航系統跟空調系統 這個空調面板 它除了有兩張的加熱座椅以外 方向盤也可以加熱 更重要的是這個S-Pro 它可以將氣冷導引到前座 或是分散到所有座椅 中央控制旋鈕可以操作檔位的變換 除了設計相當鮮硬以外 實際使用上也很容易就可以上手 可調式的動能回充裝置 你按下去之後 它可以強化動能回充的效率 而這個Snow按鍵 它可以抑制動力的輸出 當然360度的環境輔助影像 也是全車系的一個標準配備 TY無線充電座 當然也是全車系的一個標準配備 這邊還有一個USB的插座 最主要是這個上蓋設計得相當有巧思 它是採用數位條碼化 而且是透光的一個設計 自備架後面有一個小型的收納空間 中央扶手下面有一個中型的置物箱 安座下面它有一個 算是面積相當大的一個收納空間 那這邊還包含有一個12V的 120W的電源插座 以及Type-C的一個電源接口 接著我們要來看一下 BZ4S的後座空間表現 2850的軸距 相較於自家的兄弟RAFON 足足長了16公分的一個軸距長 那這16公分呢 除了營造一個開闊的前座空間 最主要在後座上 它創造了一個同級距離 最為寬敞的一個空間 所以你看它頭部有一個拳頭的空間 西部呢 至少大概有三個拳頭的空間 再加上平整的底盤 再加上這個淺灰色的一個皮質座椅 所以整個在後座營造出來 是一個比較開闊清爽的一個舒適的空間 配備上呢 後座有冷氣出風口 那也有兩個Type-C的充電插座 接著我們來看一下門飾板 其實用料也相當的講究 你看它除了有這種皮革的壓花的飾板以外 你看黑色鋼琴烤漆 鍍鉻飾條 整個呈現算是精緻 又講究的一個用料品質 接著我們來看一下這個中央扶手 中央扶手除了有兩個自備架以外 前面這邊有一個小型的置物空間 我覺得放手機是相當的方便 那整個椅背上呢 它可以做兩段式的一個傾斜調整 可以調整出來一個非常適合你的 長途的一個舒適的一個坐姿 所以BZ4S呢 除了擁有同級距離面 最為寬敞的空間表現以外 最重要的是 它營造了一個寬敞開闊 而且舒適的一個後座乘坐空間 BZ4S標配的這一套 Toyota Safety Sense 3.0 主動安全系統 它最主要是透過擴大毫米波雷達 跟鏡頭的一個偵測範圍強化效能 並新增輔助功能 比如說在PCA碰撞警示系統中 加入了日間跟夜間自行車騎士的一個偵測 以及道路護覽偵測功能 另外呢包含在LTA 車道循跡輔助的一個車道辨識功能 也進一步獲得強化 透過這些更新 整整提升了整體的 主動安全輔助表現 接著我們要來看一下 BZ4S的行李箱空間表現 首先 它當然也有 腳踢的感應式尾門 但是這次呢 BZ4S更加的貼心 它把尾門開啟的速度變快了 好 接著我們來看一下 整個行李箱空間的底板 相當的平整 當然椅背也可以做六式的一個向前傾倒 傾倒之後呢 它可以營造出一個相當平整 而且是大容積的一個行李箱空間表現 當然這個行李箱底板呢 它還可以分上下兩層的一個使用 創造出更好的一個行李箱空間 再來 左右兩邊有一個4公斤的一個掛鉤 算是BZ4S一個小貼心的一個設備 我們一路從台北開到台中來 現在來到TOYOTA的中台中營業所 要來幫BZ4S充電 TOYOTA採用的是國內主流的充電槍頭類型 快充DC直流電 CC-S1 慢充AC交流電 Type-1 也就是SAE的J1772類型 現在呢 我們就來幫BZ4S充電吧 其實幫BZ4S充電 非常簡單 你只要上網 下載TOYOTA BZAPP 然後 登入註冊 就可以為它充電了 接著你只要打開手機上 這支BZAPP 然後按照充電站的操作流程 來操作即可 首先 當然就是掃描充電中的QR Code 然後再來充電確認 以及你的付款資訊 再來呢 就是開始充電 而在充電的過程中呢 不用擔心那個充電槍頭會被拔走 它是鎖定的 再來就是等待充電結束 然後就是完成充電 整個過程呢 非常的簡單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 TOYOTA專為電動車打造了一個 全新的ETMGA平台 這個平台呢 除了有低重心高剛性的特色以外呢 最重要的是它將 電動車最重的零件 這個動力電池組呢 分佈在車底 也就是在底盤的下方 它這樣呢 提高有更低的一個車身重心 提高了一個行車穩定性 此外 藉由車輛底部護板平整化的包覆 除了提升空力表現以外呢 更能優化行車穩定性 能源效率 以及隔音表現 在電池的防護上呢 TOYOTA也做足了功課 在底盤下面呢 有前兩體設計 這個呢 可以提升衝擊吸收效率 也可以在事故發生時 有效將撞擊力道分散至兩側 保護電力電池組 後兩體設計 也有撞擊力道分散的機制 而中間的這個動力電池總成內部呢 它是採用一體成型的高強度衡量 構成電池的保護區域 搭配外圍的衝擊吸收區域 建構了一個對電池的完整保護 BZ4S搭載的電池容量是71.4kWh 最大馬力呢 201匹 最大扭力是27.2公斤米扭力 那0到100大概8.4秒 我們來看一下BZ4S這部電動車 在高速公路上的一個表現 當然我們很想知道 電動車跟汽油車在高速的一個 再加速的一個差別會是在哪裡 好我們來試試一段 哇你看你看 它這個你看 它在我們常常會形容這樣說 我腳向油門一伸速度就上來了 而且在這個過程當中 它是非常的平順 非常的寧靜 只有什麼 只有風切聲 那非常的平穩 非常的寧靜 非常的寧靜 當然這都是電動車的一個特色 但是BZ4S它的ETNGA底盤呢 它更有低重心高剛性的一個表現 尤其它的電池分布是在底盤的下面 所以使得它重心更低 所以我們在高速行駛的上面 它更加的平穩 另外一方面 BZ4S這個電動車 當然可以創造出很快的速度 只是它在什麼樣的姿態下 創造出這樣的一個高速 就拿來跟汽油車比較好 當BZ4S達到直速100公里的時候 這時候很像我們開汽油車的 在市區行駛的大概五六十公里 這樣的一個輕鬆自在充容 當你把BZ4S再加速的時候 那只是一個幾秒間的變換而已 速度來得非常快 所以整個BZ4S這部電動車 它所營造的一個快速 它可以是非常穩定 而且讓你非常有信心的 Nable 2的半自動智慧駕駛輔助系統 它的設定也非常簡單 你只要透過這個方向盤 右邊這個MODE鍵 你可以選擇適應性巡航模式 再接著去按下這個 有車道居中跟定速的圖像 按下去它就開啟了 然後速度你可以透過加減去做調整 然後與前車的距離 你也可以透過這邊 有四段的可以來做調整 在市區的動態體驗上 我們這次特別來到了台南市 我們都知道 台南市是一個充滿古蹟的城市 就像我們現在經過這個台南文學館 你知道嗎 這個文學館已經超過100年的歷史 然後透過我們的前擋風玻璃 看到這個文學館 我開著BZ4S這部電動車 安安靜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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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然後對地球非常友善的一部電動車 行駛在這個充滿古蹟的一個都市裡面 我覺得再恰當不過了 加上我們開著這部BZ4S電動車 它的臨近特性一點也都不會打擾到神龍街的居民 它可以靜悄悄的 但是又可以充滿活力的融入神龍街的夜色當中 我相信BZ4S Toyota的第一部電動車 BZ4S 以最受消費者喜歡的SUV的姿態 來跟大家見面 BZ4S有前衛的造型 充滿未來感的車艙設計 以及寬敞開闊的空間 最重要的是 純電的全新駕駛體驗與享受 相信不論你是未婚、已婚的年輕族群 或是有小孩的家庭 我相信BZ4S 絕對是想嘗試買電動車的最佳選擇 同一家 знаком家 BZ4S 好強小的電動車 感谢观看